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因為疫情的關係很久沒去過旅行 其中一個最想念的地方一定是韓國 無論是化妝品、護膚品、衣服、食物 我全部都是超想念的 特別是醬油蟹 其實我知道香港也吃到醬油蟹 不過負面評價也不少 例如香港的水域、溫度 不適合蟹生葉、生食 很多人吃完後會肚痛、肚窩 甚至乎是急性腸胃炎 我自己也是一個玻璃肚人士 很容易肚窩 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敢在香港吃醬油蟹 上個月我看到韓國的MIRROR 他做了一個醬油蟹的罐頭 就是我手上的罐 我已經解凍了 他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包裝 一個紙盒 包著它 本來我打算試吃MIRROR 這罐醬油蟹 然後在韓國街上買一隻醬油蟹 回來做對比 但考慮了很久之後 我還是決定珍惜生命 畢竟我年紀又不小 腸胃又不是特別好 我真的不想肚窩 我早前也窩了幾次 所以我最後放棄了這個計劃 但我覺得只拍這個醬油蟹 影片好像不太豐富 所以我就在韓國街上買了一大堆 我自己推薦 經常會回購的食物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也有興趣看 我這個intro也有點長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吧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subscribe和旁邊的鈴鐺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的任何資訊 好了 我肚餓了 這一罐其實都不便宜 378元有兩罐 我和朋友一起合了 所以一罐都大約要190元 裡面聲稱有兩隻蟹的蟹肉和蟹膏 其實在韓國吃醬油蟹 如果吃到好吃的話 都不特別便宜 我記得最貴的 記憶中大約要400元左右 所以它的價錢 我覺得如果好吃都合理 我等的時間由下單到收到 大約是兩至三個星期左右 然後打開出來 大家會看到它是一個 軟軟的女子 不是那些會刮手的鐵片 然後旁邊這裡 就有一個容易一點的拉手 揭開就可以了 然後一打開 所以會看到裡面有蟹膏 還有一些透明的蟹肉 因為是生葉的 所以蟹肉 真的是這個啫喱形狀 在韓國吃都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裡面不算放得很悶 不過我都相信它有130g 我已經等不及了 所以我就要試吃了 其實裡面你會看到 它都很容易配合到一疏一疏的蟹肉 還有我自己覺得 份量也很多 但是會不會真的有兩隻蟹呢 我就不懂 我不知道蟹肉必出來多少 平時是一隻這樣吸進去吃的 Anyway 很緊張 我很久沒吃過醬油蟹 好 好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的表情很容易滑 因為第一口吃下去 是醬油蟹的鮮味 真的很好吃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醃的過程 因為每一間都不同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有點濃 濃到最後有少少稠味 但是鹹稠味消化完之後 就沒事了 嘩 好想念這股味啊 其實就這樣吃對它來說是不公平的 因為醬油蟹本身都是比較濃味 是適合配飯 所以呢 我就煮了飯 那我就想要混進去 看看吃不吃韓國的風味 那我就會用一口的醬油蟹 還有我看到有很多的橙色的蟹膏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超棒 一口醬油蟹 再加一口飯 哇 嗯 嗯 看到醬油蟹的鮮甜味 只要你加了飯 它就會沖走那種鹹甜味 所以這東西一定要配飯去吃 說到吃飯 在韓國就最喜歡用一些紫菜拌飯 我自己就在韓國街買這些紫菜碎 是用來拌飯的 最幸福的時刻來了 有紫菜 醬油蟹和白飯 嗯 真的很好吃 現在幻想到自己的後面呢 就是韓國的醬油蟹街 嗯 MIRROR這一罐醬油蟹 無論在鮮度和味道 我都會給幾高分的評價 但是有兩點要注意 第一呢 就是在韓國吃醬油蟹一隻一隻的時候 你拌進去那種厚實的啫喱口感 它就給不到我了 因為它那些蟹肉也是比較碎的 所以就會沒有那種一大梳一大梳 很大口啫喱的感覺 然後第二呢 就是如果你沒吃過醬油蟹 然後你又怕腥的話 你也會有機會覺得這一罐是比較腥的 因為我媽媽都覺得腥 例如怎樣說呢 你是不吃一些山蝦 山海鮮 山蠔那類呢 你都未必會喜歡它 然後份量方面呢 我覺得這一罐 一個人一餐應該是吃不完的 除非你是超級喜歡吃 然後又吃到很多白飯的人 因為它的味道都偏鹹的 所以用很少的份量去拌飯 已經吃到那種鮮味了 我覺得這裡應該是可以三個人份量的了 我自己又不是特別大吃 Anyway 如果你們都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不妨一試 吃完醬油蟹 現在就輪到我的韓國街私心推介了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吃這一類型的山葉海鮮 在韓國街也好 在一些韓國餐廳都有機會買得到 但是我自己最私心最喜歡吃 那間就是韓國街的新世界的名字 我放回InfoBoss 我也不記得 那些我覺得是最好吃 然後最接近我在韓國吃到的味道 今天就跟大家推介兩款 第一盒就會是這個山葉蠔 你會看到裡面的蠔真的很大 它不是山蠔那種那麼大 但是也比起平時我們吃蠔仔的 是大一倍有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整個手掌那麼大的 真的超級飽滿 而且你會看到蠔也很完整的 不會碎濕濕的 我從很多年前已經開始買的 以前沒有那麼貴 這個尺寸是最小的 但是已經要100元 不過其實裡面的蠔肉也很多 它不會說渣流灘 應該都會有差不多二、三十隻左右 都可以接受得到 然後味道跟醬油蟹一樣 它也是偏腥、鹹、辣的 這個也挺辣的 看自己喜歡不喜歡 它們的蠔味是很重、很出 然後沒有一些臭味 即是不新鮮的味道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吃 然後另一款我都私心推介 就是這個山葉的八爪魚 記住是八爪魚 因為這間店會有魷魚和八爪魚分 魷魚是比較幼的、長的 然後八爪魚比較粗的 它的咬口就會更加好 而且味道也會比較鮮甜 我覺得它裡面整個都是八爪魚酥 你會看到它的吸管 然後它的粗幼度也非常有質量 即是如果你是很害怕的 未吃過這類型 你又怕腥的話 你就不要打大佬去買這個山蠔 你就買了這個八爪魚 它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這個葉八爪魚就會比剛才的山葉蠔便宜 70元同一個尺寸 就買得到 那我就覺得是很多 你看到裡面是塞滿了 它也沒有一些流質的水 它是稠的 然後每一次去都會買一盒辣泡菜 這盒同一個尺寸 就是30元 份量其實就不算特別多 所以我覺得它有少少偏貴 因為畢竟外賣的泡菜 同一個價錢可能已經有一大包或者一大盒 但是為什麼我每一次都會買 還有為什麼要推介大家 就是它這個菜是超級甜 很多時候在外面吃或者超市買 泡菜都是吃到辣汁的味道 泡菜本身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但是這裡的泡菜是超鮮甜的 它是有一種甜的菜汁爆出來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吃的 通常在這間店買完一盒冰箱之後 我都會買多一條飯捲泡菜 因為我覺得這裡的泡菜是最好吃的 有很多種味道 我喜歡吃烤肉或者辣豬肉 都不錯的 用來做第二天的早餐 或者多晚的晚餐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又不會說很飽 一個女生吃 當一餐都已經OK 我已經偷偷地吃了 除了這間店之外 我都很喜歡走它旁邊的一個韓式小超市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總之就是它旁邊的店 會買一些急凍食品 或者一些麵類的食品 我都推介了三樣東西給大家 第一樣就是 這個急凍的 用來氣炸的 一個紫菜粉絲炸卷 大家應該在韓國街頭 或者一些小食店 例如吃辣連糕的時候 都會見過這一類的小食 煮完之後就是這樣 剛剛煮好了 其實它是很脆薄薄的 但因為拍片放了很久 所以有點臨了 但是其實都很好吃 完全不需要解凍 在冰箱直接放進氣炸鍋 然後180度 7至8分鐘就吃得了 是非常方便的一個小食 它後面都有調教 除了用氣炸鍋外 煎鍋跟焗爐都煮到 吃炸東西了 我當然要配我最喜歡的名太子沙拉醬 它裡面是有點粉絲 然後有一點紅蘿蔔 還有些紅蘿蔔 放進去也不會太厚的 我真的很喜歡吃 它裡面粉絲的份量也很多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很豐富 就算現在冷了也好 它也是好吃的 它本身已經有調味了 加上我的沙律醬就是完美 然後接下來這件東西 就是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去韓國 到現在都很喜歡吃 每一次去韓國都會買很多 香港買是比較貴的 但是忍不住我都會買一包 就是這個拌的 新生烏冬 這麼多年來我都看不明白後面的韓文 所以我也不知道正確方法怎麼煮 我自己就是下鍋炒的 很簡單 裡面的包烏冬放進鍋裡 煮到它散開之後 就可以放它的汁 和一包冷乾的菜 這樣就可以煮成了一盤的烏冬 這裡看起來很少 因為我媽媽已經吃了一半 我也很久沒買過來吃 但是每一次吃都還是覺得它很好吃 這個牌子的烏冬 無論它是湯或是炒 都是特別煙硬特別滑的 我超喜歡它的質感 然後這款黃色就是一個甜的醬 然後它有出紅色就是辣的 但我覺得那個就太辣 我忘記了 我就是喜歡吃這個黃色 然後湯我也喜歡吃的 所以每次去韓國我都會掃十幾包回來 我平時就會放一些送下去的 例如肥牛或是丸 或者可以配球的生葉蠔 八爪魚來吃 就已經是很好吃的一餐 然後說這些韓國食品 又如何沒有即食麵呢 韓國有很多不同的湯麵 炸醬麵 拌麵 而我最喜歡吃都是韓國的一些 拌的即食麵 它的包裝就是這樣 裡面有四包 然後大概六十多元左右 煮法很簡單 和大家煮公仔麵一樣 但它不是拌麵 純粹是煮完麵之後 放包醬去拌就OK的了 甜甜的 它的顏色很紅 其實就沒有想像中那麼辣的 但它又不是完全不辣那種 其實在拍片 這個麵放在這裡已經一個小時了 它是硬到變成一餅 但拌出來的時候 再去吃你都不會覺得它糊了 或者變硬了 它還是很軟的感覺 而且吃這些拌麵 我都會加紫菜 吃下去就有些脆脆的感覺 是會更加有口感更加好吃 好了 今天的韓國直送醬油蟹試吃 和這個韓國雞推介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燒 我告訴我 在韓國雞買得很好吃 或者我買得太貴了 外面買是便宜很多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